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6月25號中午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6月24號無盡征途的公告 但是呢其實我6月25號的凌晨 我已經錄了一個 乘風之境 真理之門的這個影片 那可是呢我今天早上 在進遊戲的時候才發現這個公告出來 那我覺得啊 其實他的那個活動開啟的時間跟劍遠征一樣 因為劍遠征也是一樣就是 改版的當天呢 他會有開一些新的這個機制 但是不會在改版一改版之後就出來 他會在改版之後的隔天 隔天的這個這個早上 例行刷新所有的這個任務的時候 通常是早上8點鐘才會去更新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第一個 新增乘風之境第五章 然後開放新神器法慢的見證 這個是神器中的神器 這個就是劍遠征的號角 然後他會有提供極速 極速也是很重要的這個屬性 還有那個能量的 慢慢緩緩回復能量 欸怎麼了 看卡通喔 那你要問媽媽 好 然後那個神器是一個 怎麼講呢 就是號角呢 他可以給任何的這個角色去裝備 因為開大都很重要 可是通常都是給最主要的 像我現在是選擇給女妖 女王啦 因為女王一直開大就很重要 或是光盾一直開大都可以 反正這一個神器呢 給任何的角色都很適用 但是目前來說以現在版本 一個神器只能給一個英雄用 所以說這個要好好選擇 好那再來喔 新增陣儀 尤達神史 帶王魔族 神跟魔 也就是這個監獄真的半神跟惡魔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不是我當時猜的 阿塔利亞跟埃茲勒 好我們來看一下 近似先鋒劉伊卡 然後地獄行者哈瑟佛 近似先鋒 他是後排遊俠 攻擊後排遊俠 敏捷行 那就是阿塔利亞啦 然後地獄行者 他的火焰撕裂世界的邊緣 埃茲的大招是不是打下去 地上有火焰 然後也是力量 簡易輔助 那就是埃茲了嘛 看來我沒有猜錯喔 好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是尤達聖殿 戴瓦煉獄的現實活動 這個應該就是新角色出來的時候 都會有這個賞金試煉的活動 所以我們就來直接來看看吧 然後也有開一些專屬的禮包 那我覺得他這些專屬禮包 對課長來說應該是很有幫助 因為劍遠在前期的時候 沒有這些專屬禮包 所以你在課的話 你想要抽這些角色 你只能花大筆大筆的錢 去那個占星抽 又或者是這個買一堆普通抽 但是那個機率都很低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個修復內容 然後這個抓Bug拿鑽石 還有臉書會有一些這個 什麼英雄召集令的這些 應該說是基本的這個對換碼 我們來看一下對換碼 對換碼的時候之前也應該有錄過 就是這個什麼 EVEA LEGION 168521888518 這個之前我都有輸入過了 那沒有輸入的話 可以在他們的這個FB的公告上面看到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兩隻新的角色吧 我這邊也稍微連一下 連一下 連一下 隨便 好我們來看一下圖鑑 我們可以從圖鑑上面看到新的英雄 這個就是無盡真圖的第一隻半神跟惡魔的英雄 好這個就是阿塔利亞 還是一樣看不到臉喔 一樣是遮住臉 然後也是有一個翅膀 這翅膀的設計就 阿塔利亞 建議這阿塔利亞刺刺比較多啦 那這個的話就 我忍不住一直看後面 好 好這個就是這個無盡真圖的阿塔利亞 大裝應該是什麼 日光之下 所有誤會 將原形必錄 對沒有錯喔 這個斬擊嘛 斬全場 嘻嘻嘻嘻這樣子 審判將至 好 思想奔流這一招非常重要 他會斬向對稱的敵人 譬如說你站在中後方 你把他放在中後方 他就會去斬中後方的敵人 通常他可以打斷敵人的先手 先手攻擊或是先手技能 譬如說這個 我們的那個薩菲亞 薩菲亞就是這個女王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 無雙艷厚 無雙艷厚開場 他會使用女王威嚴 後來就會有結界 然後這個結界很討厭 因為會給結界內的 結界內的那個人 有那個減傷的效果 同時有攻擊力提升 那如果說你使用這一個 他叫什麼名字阿 近似先鋒 劉伊卡 如果你讓劉伊卡 就是站在他的對應的位置的話 那那個 無雙艷厚的開場的這一招 他就開不起來 他開不起來之後呢 其實因為說他只會開場放這一招 那整場他就不會再放那個結界 那或者是說有一些角色阿 像是後面還會出些什麼 開場拉人的角色阿 或是老頭喔 開場會綁人 那如果說你使用這個劉伊卡 去斬他的話 他的第一個動作就會被打斷 那這樣子你開場可能會稍微穩一下喔 所以這一招是很重要的招式 但是呢 之後亡靈會出一次角色 他也是可以單拉的 那因為劉伊卡他培養 他是那個神族的角色 神跟魔嘛 這個一定是比較強 但是很難獲得喔 因此如果說你是中小課的玩家 這兩隻就是玩完就好了 這個不需要刻意去培養 因為你培養不到高階 你也升不上去 然後當然你沒有開裝武也不夠強 這兩隻以目前來說都是給課長玩的 然後競技場 就是專門用來競技場的 而且這隻角色阿 在劍遠征的版本 他在過了兩年之後呢 他依舊沒有辦法在主線地圖上面上場 因為他就是斬過去之後 他這招會斬過去嘛 斬到對面那邊去之後呢 他就會死掉 他的存活能力並不高 所以通常是用在這個競技場速攻隊喔 所以這個不是課長這隻角色 就是看看就好了 好 美德手術喔 這個也是一般的攻擊 OK 無上自我 這個被動技能也是一樣 但是他這個傷害減免 在主線推圖阿 還是在什麼 我們在拿什麼 什麼蜜玉 什麼什麼臨境喔 這一些基本上呢 你上阿塔利亞 對不起 劉伊卡 你都會覺得他死很快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專武也是一樣喔 防禦力提高 然後 這個敵人會受到流血的效果 這個流血效果非常非常 應該說在競技場很有用啦 好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第二隻角色 喔 這個 這個阿伊茲看起來就很霸氣喔 這很像那個伊弗利特喔 就是那個火焰召喚獸 好 他這招地獄之火就是炸下去之後呢 這個地上會有這個燃燒嘛 但是這一招最重要的是 是這個東西喔 地獄之火 地獄之火 他是說 這個必殺技喔 會對剩餘生命不足30%的人造成暈眩 然後呢 地上的火焰呢 同時還會降低敵人的攻擊力喔 然後加30的話 這個地面齁 這個持續時間會比較長 所以他在進入敵陣的時候 使用這個大招 敵人的攻擊力會降低40% 所以最重要他的這一招 不是他的持續傷害 而是那個 那個第二級 攻擊力降低40% 所以說如果說他的這招開大之後 他在敵陣中開大 他地上那團火焰啊 這個敵人如果是近戰的角色 站在那個地方 這個攻擊力就會下降 所以他的重要是這一招喔 那同時他在打哥布林啊 或是一些BOSS啊 打一些活動高傷啊 你有埃斯的話 欸對不起 不是埃斯 哈瑟佛 你有哈瑟佛這隻角色的話 你可以把他放出來齁 他在這個靠近敵人 靠近BOSS開大招的時候 因為這個BOSS不會動嘛 然後他地上那團火焰呢 BOSS就會減傷齁 那這樣子 你在這個 其他的那個角色 在攻擊輸出上面 就會比較安全齁 好 然後這一招也很重要喔 他會把敵人就是這樣吸引過來齁 那這樣子吸引過來 然後敵人慢慢走過來的時候 他就不能攻擊 算是一種控場的技能 好 好 這一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招齁 這一招就是 當我方的這個角色 只要有人放出必殺技之後呢 對面只有三秒鐘就不能放出必殺技 感覺上好像才三秒不能放必殺技嘛 但是這個必殺技還包含了一些 一些普通的這個技能喔 那像是古王啊 古王那個 在集氣的時候 他開大招不是為集氣嗎 如果說我方有這個哈瑟佛的話 如果說我們只要有人一開大齁 古王的那個集氣就會被打斷 還有各式各樣的效果 以及未來出現的這個神魔國家隊喔 就是利用這個哈瑟佛的招式齁 不斷的不斷的這樣子開大 讓我方的角色不斷的開大 然後對面就一直那個能量滿滿 但是卻開不出必殺技喔 等於說是被控得死死的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四招也是非常重要 呃 被動技能齁 這個被動領域 這一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齁 OK 不好意思齁 這個武士操作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齁 所以這一招呢 毀滅領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招式齁 這一招會讓這個全體隊友 緩緩恍恢復能量 而且呢 他死掉之後依然會有效齁 在二級然後三級 所以說啊 這個埃之在任何的場合都好用 因為他只要在場上 大家回復能量就會慢慢的增加 那這個剛剛也有提到嘛 為什麼神器 那個什麼法慢的競爭 為什麼那麼重要 這是因為說那個能量的獲得 然後誰先開大 通常都是這個戰鬥決勝的關鍵齁 所以說呢 這一隻角色哈瑟佛的話 他在運用的層面齁 會比這個 呃 會比這個劉伊卡多很多 甚至到那個劍亦允 所謂的神魔國家隊 就是有一隊非常強悍的這個 這個神魔組合隊友 這一隻也算是最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你想想看齁 他這一招讓全體的這個隊友 獲得能量變快 然後同時呢 也有這個魔焰焚身 讓對方不能上必殺技齁 那所以說你就可以知道 當他組成一隊能量隊齁 我方就拼命的開大 那我方拼命開大呢 對方就是3秒內無法 避殺技 那我方開大開大 又開大 對方的能量就是 被封被封又被封 然後就會變成是 呃 對面的角色呢 能量滿滿 但是卻一個大招都開不出來了 或是準備要開大招了 然後我方角色一放必殺技 他的大招又被打斷動作了 而且他是整個被打斷動作喔 如果正在施放 施放到一半 你這個我方有角色放必殺技之後呢 動作一樣被打斷了 所以說呢 這個一般的角色放必殺技 他都會有一個 小小的這個掩飾的動作 或是一個開場的動作 那只要呢 在我方在這個動作還沒做完之前 開了大招 那這個都會被打斷 所以這一隻是非常強的這個控場角色齁 是輔助的角色 但是他的問題是齁 他會往前衝 他會往前衝 所以他穿的是力量裝備 所以如果說你是這個中小課玩家 你如果說想要拿他來推圖的話 你必須把他等級練高 所以這比較困難 但是並不代表說 他就完全沒有用齁 因為他在打一些活動Boss啊 我剛剛有說嘛 他的這招大招 是可以降低敵人的傷害 所以說呢 他是可以 就是低階就可以使用齁 這個練個一兩次 然後拿來當活動使用 那這個 他的這個被動技能啊 死掉我方還是可以恢復能量 也可以當作是一個這個 送死的吉祥物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那就這兩隻角色我們就來玩玩看吧 現在有個問卷調查耶 我們來看一下這什麼問卷調查 其實劍宇珍偶爾也會有 300鑽石跟進階水晶 我現在超欠進階水晶的 然後我們來試試看 整體評價我覺得還滿滿意的啊 風格喔 風格我覺得尚可 因為我覺得他的那個角色有一點 不是 我覺得不是很精緻啊 尤其是荒谷墨雪 還是墨谷荒雪 忘記了 那個獸人的臉長的都差不多喔 玩法評價啊就是劍宇遠征嘛 那劍宇遠征喜歡那當然是滿意啊 英雄數量多能充分感覺到樂趣 現在還 現在還前期版本 所以說我不會 我不會給他這個 拿來跟劍宇遠征比 劍宇遠征比 劍宇遠征其實前面的這個角色出 怎麼講的 也是大概幾個月才出一次吧 是最近出的很輕喔 持續提升到 體驗到英雄成長 應該算滿意吧 搭配不同陣容 我覺得還好 因為現在英雄角色不多 所以說 大概還是推薦平民玩家 用這個女王之爭圖喔 社交氣氛 這個應該是可以吧 只是我比較沒有時間回喔 玩法豐富OK啦 故事感我覺得還不錯喔 因為這個 每四關後就會有一段小小的劇情 這個比劍宇遠真好 養成的滿意度 我覺得尚可吧 養成不大滿意的地方 限時活動 這個增加自己獲得資源 沒錯齁 欠粉塵喔 不是粉塵啦 是那個資源 內容豐富 等級越高越難玩 沒有什麼感受 也沒有那麼差啦 就是 之前的玩法已經玩你了 之前的玩法 這個問題很有趣 之前的玩法是指劍遠真嗎 策略的滿意度 我覺得尚可吧 算了我填滿意 尚可你就要填這些東西喔 無法感覺到 還好啦 其實我覺得這是前期的版本 PVE的話我覺得也是滿意吧 PVP喔 PVP我比較沒有在玩齁 社交我覺得也是OK吧 我願意啊 就是就是 我有在錄影片嘛 那其實 其實願意的原因不是說什麼 歡迎大家來錄看的 是因為建議遠真 它是一個無刻可以玩的遊戲 那無盡真圖也是按照這樣的方式去進行 所以說我才推薦喔 然後怎麼描述這個遊戲 當然是放置不乾啊 我玩那麼多款遊戲 如果是這個很乾的話 什麼12.0體力 下午6.0體力 晚上9點鐘搶排行榜 這樣子遊戲我就沒有辦法玩了 然後所以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哪邊獲得無盡真圖的資訊喔 我記得是Google Google看到了這個這個訊息 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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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看到那個那個 這應該算是朋友介紹吧 因為我是看到LINE群有人玩喔 所以我就好奇來看一下 沙河 休閒 模擬經營嗎 好隨便啊 每天花在手遊 哇這麼多遊戲的話 我覺得差不多差不多2到4小時喔 年齡我不想寫啊 已經快40歲了 應該是39到50 我好老喔 性別是難 大概花多少錢喔 一個月 你在遊戲上 遊戲上 總total嗎 這樣子不準吧 應該是每個月吧 我年紀那麼大了 我在所有遊戲上加起來 一定是超過25萬的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要問 這應該是要問每月吧 對不對 你如果說算總統的話 大家怎麼算都是一大堆 如果說你真的有課金的話 所以 好吧 我寫25萬吧 這樣他會不會覺得我是這個VIP的這個玩家 好 來看一下喔 寫完文件 這麼多東西齁 這個 零一下 好 但是我的進階水晶還是很欠喔 來看一下我的這個女王 還欠2200 好沒關係慢慢來 來看一下說這一次的活動 好這次活動有一個新的東西喔 叫做這個神恩祭壇喔 這邊可以換碎片喔 但是這個印記怎麼獲得呢 我們看一下齁 要怎麼獲得這個碎片呢 召喚之書任務 哇轉轉樂 轉轉樂 這一個 這個好像 轉轉樂 轉轉樂有點像是那個魔術禮貌喔 OK不好意思喔 早上這個工作這個電話比較多 好 那所以說這是一個 我覺得比較像是那個魔術禮貌 但是他有這個神恩值 神恩值就是 應該算是非洲條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會很噴錢喔 然後 最大獎是英雄選擇箱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獲得這個東西喔 呃 這個是 這不知道是召喚之書喔 所以說你無課的話 最多只能獲得 4本嘛 4本嘛 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01本 我們來玩一次看看說這個碎片有多少 好抽一次 吟吟吟吟吟 哦300鑽 然後就有個印記碎片是不是 好 你說аш帳太多少 神恩值1喔 所以說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活動條件 120次 未出英雄的話 就一定會出這個大獎 所以120次的話 就是要抽120次 阿吾克只有4個 4個也太少了吧 至少給個10 10個吧對不對 來看一下活動禮包 最值得課的話應該是每天一美金吧 就是這個東西 好像跟劍宇也真一樣 每次活動都是這個最划算 其他的禮包的話呢 330有沒有 330的話就是怎麼講 330的話10倍的價格 可是跟33塊比起來就 就這個 你的那個什麼召喚書也沒有變成10倍 所以最划算的還是這個 每天花30塊 那普通禮包的話並沒有包含這個召喚之數 所以說看來你要買召喚之數你只能夠課金 那這個值不值得呢 我覺得 我覺得3280才80本 那保底是120 所以說你花了這個 最大的那個錢 就是99.99美金的這個禮包 你還不見得抽到一支阿塔利 這樣子我就覺得有點貴了 但是他好像還有專屬禮包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專屬禮包 儲值的部分英雄禮包 如果說你真的要買的話 你不如去買 這個專屬禮包吧 但是你的這個 角色的等級沒有到的話 你也不能領喔 哇這可以直接領個2000個進階水晶耶 希望可以獲得一個 不知道這個活動有沒有免費送一支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是神恩聖殿 那我現在還有一個碎片啦 那無刻的話我覺得就沒有希望了 因為最多只能獲得4個碎片嘛 先不要兌換 對啊或許更多只能夠抽這個 如果說你是無刻的話 你只能夠解這些東西喔 登錄兩天 欸不對喔 他可能是累進制的喔 他可能是累進制的喔 他可能是一本一本累進的喔 那有可能無刻超過超過4本 說錯了 所以說應該會有10幾本吧 好隨便喔 那我們就來繼續看一下 所以這個是神恩祭壇 神魔將領的這個活動 這個有點小馬力的活動 那我們來看看優達聖殿了 1 2 3 4 5 6 推6關就過關 他的關卡數量也跟這個 劍遠征的賞金式列項 我們就試試看吧 那等級他都會設定在240級 所以說你不需要練你的角色 遊戲會配給你 一些基本的角色 然後到時候可能會出一些攻略 看是怎麼樣配才會贏 那如果說以劍遠征的話呢 這個戰鬥你沒有辦法去控制 開大招的時間 所以說呢這個戰鬥應該應該啦 如果說以劍遠征的版本 贏就是贏輸就是輸 輸的話呢你不用再從事 你就是換換角色 換換這個 這個怎麼講呢 就是 戰衛 也許就會有不一樣的這個戰鬥結果 但是如果說打輸的話 那就代表說 這一個排法是一定輸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敵人 我們要用什麼角色呢 對面是誰啊 處行者 這個是客愛所思 這個可以開場斬一下 然後這個是賞金鏈 光法不用開場斬 我覺得要斬就斬這個客愛所思吧 所以我們用他來 對這個處行者 然後前排要戰誰啊 希瑞斯有 希瑞斯改很多擺 我們用希瑞斯好了 然後他是這個 半神的角色 所以說他是可以 擺搭 你看神族的角色 可與魔族之外的任意 陣營組成陣型 譬如說 我上了兩隻角色 自然靈異 但是我沒有第三隻自然靈異 我上了一個 這個神族英雄 我這樣我就可以湊成一個 這樣的光環 所以他是一個擺搭的角色 好 那前排我佔了一個 佔了一個這個海神 我再佔一個蝴蝶控場 恩 要上什麼角色勒 我覺得 骨弓控場也很重要 他240級的話 他的控場竟能全開了 所以我這樣子上的是一個 很強的控場隊伍 然後呢 我們再上一個 恩 這個是開了專武嗎 薩菲亞 還是光法 恩 我覺得 好光法好了 因為對對方有兩個這個荒谷墨血 所以說這個聖耀帝國 克這個荒谷墨血 好就這樣子 可以自己開Auto 唉唷 那這樣子可能戰鬥結果會不一樣喔 他Auto可以自己看有沒有 流1卡掛掉了有沒有 他雖然說240級等級那麼高 但是他就掛掉了 所以這也是這個 這個流1卡還是一流卡 他的這個缺點 他不適合打這個 這個怎麼講呢 就是 就是 就是主線推圖 他常常斬過去之後呢 把敵人的這個第一個動作打斷 但是因為說他這個身處敵陣 然後就就掛掉了 那這個的話 斬這一個 元素見識德恩溫 因為他開場會把人家吸過來 所以說我們用他來把這個動作打斷 一樣喔我們還是一樣 這樣子蝴蝶 他跟我配的角色一樣 那就 光法骨弓 控場隊 好我們開始飛過去 斬 好像沒有斬成功耶 我 我再看一下 德恩溫是不是還是把我吸過來了 他跳起來速度有點慢耶 好斬過去 斬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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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場就直接把德恩溫給斬殺了 好開大招 帥帥帥帥帥帥 大招是打全體的 噴水衰 怒骸守護者 好蝴蝶控前場 光法來個大招收尾 砸下去 怎麼砸到後面去 好過關 好第三關 角色都一樣是不是 好我要斬誰 蝴蝶開場會免傷 所以你斬他沒有用 斬這個地獄戰車也不需要 好斬帝國神義 因為他開場可能會突刺 那我們就 角色都不變吧 這樣子操作 也比較簡單 好光法站在中間好了 這個赫拉是控場很強的角色 這隻角色古風 但是他到240級 技能全開才會強 什麼叫技能全開呢 就是所有的技能都到LV3 好我們的留意卡 這個不出意外又掛掉了 好光法集中在 集中這個 開大招 噴水衰 蝴蝶控一下 對面有光盾 對面有光盾 比較難打 但是光盾是怕控場 可是控不住的話 哇 這一關不好打 對面有這個光盾 光盾比較討厭 你看那個 奧利維爾多強 這一關就不好打 這一關要怎麼打 奧利維爾 奧利維爾的話 一定是上控場 還是阿塔利亞斬他 然後光法 這個是 惡魔法師 有用嗎 開場阿塔利亞去斬他 我們先把 先把光盾幹掉 哇好痛喔 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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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不行 還有什麼角色 光法 這個應該是不行吧 色恩喔 朱莉喔 來 薩菲爾開個結界 蛤 我被控制了 我結界開不起來 為什麼 為什麼 看一下 我被打斷喔 好結界開起來開起來 然後地上有紅紅的 斬斬到我方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地方來 水水水 收掉對方的 啊收掉對方光盾 我也死得差不多了 噴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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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死去 我覺得這樣子可以 先把光盾幹掉 只是後面的角色要上什麼角色 蝴蝶嗎 好沒關係喔 我覺得這樣子可以 一定要先把光盾幹掉 所以有沒有 劉伊卡很適合開開桿把人家斬掉 但是自己也很危險喔 好 我們先讓劉伊卡先把光盾幹掉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光盾有多強悍 光盾開大招之後 幾乎就是這個這個勝率就會大大的減少 來 我們的那個女王要開大招了嗎 集氣 喔集氣火球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喔砸下去 你看那個蝴蝶 終極殺人王蝴蝶 超能夠拖台錢的 這個戰鬥還是有點卡 有沒有 不知道怎麼卡住了 不知道在卡什麼東西喔 喔集氣集氣 啊被碎去碎去 天啊不會這樣還輸掉吧 噴水水 啊獲勝獲勝 OK 好 然後在下一關 嗯 哇 又是這個榮耀護衛 好 先把你收掉 然後老樣子喔 怒海守護者 就這個樣子吧 結界開起來女王結界開起來 哇被吸過去了 喔得恩溫喔 哇得恩溫喔 糟糕還是我去斬得恩溫 好斬得恩溫 可是 斬得好像 好像也擋不住了 他還是會吸啊 好試試看試試看 哇光盾是不是太大了 對啊光盾開大了 有沒有 對方都有護盾 什麼血條上面 有一條白色的 那 那還是要斬啊 好 蝴蝶被你吸過來沒關係 蝴蝶會稍微減傷一下 好我們繼續斬光盾 把光盾給 把光盾給斬掉 不要讓光盾開大 刷刷刷刷刷 好流利卡開大招 哇 這一關也太難了吧 蝴蝶 不可能上陰森女王 陰森女王很爛 呃 朱莉喔 朱莉 好這個樣子 窮啊 你看 色恩的直接死掉 再看一下 我們的 矽劍武者 哇 矽劍武者 被人矽 朱莉你不行啊 朱莉 那光法站在後面呢 光法站在後面 啊 他被那個 薩滿的圖騰騙了啦 他在那邊慢慢的 慢慢的打圖騰 噴水水啊噴水水 不行不行 光盾開大 還是 還是把大招開起來了 所以這個也不行 那他的死亡一直咧 去瞄那個血少的角色 荊棘魔女 喔 不錯不錯 蝴蝶開大招吧 噴噴噴噴噴噴噴 控全場 我的荊棘魔女開大了 這個是殺單體的 光盾 光盾死掉了 哇 我們也死掉了 好來看一下傷害 荊棘魔女如何 普普通通2.4 難道上古王嗎 陰森女王 陰森女王 可是現在的陰森女王 並沒有辦法 並沒有辦法放地雷啊 陰森女王 對啊你看他開大招 的這個傷害 欸 也許有希望喔 啊啊掛掉了 陰森女王也掛掉了 不然陰森女王躲在這個地方 嘿 飛過來 古光我是堅持一定要放的啦 欸陰森女王怎麼卡住了 啊骨弓死掉了 哇好難喔 好陰森女王開大了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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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死掉了 呃還是要拼陰森女王開大 拼他活下來 我們拼拼看啊看有沒有機會拼到陰森女王開大 哇死去了 所以這個是可以刷的 但是他就沒有 但是可以刷 他的壞處就是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這個這個 有什麼一定可以 可以過關的這個方式 就不好操作 監獄眼神的話是可以操 因為他那個是就是你擺的這個陣容 能過就是能過 不能過就是不能過 但是這個可以刷的話就變成是 如果是藍的關卡的話你可能要刷就跟這個推圖一樣要刷比較多次喔 完了對方大招看起來 那我覺得還是上個上女王好了 那只能多刷幾次啦我覺得 我覺得大概就這個樣子吧 像蝴蝶掛掉就蝴蝶掛掉就重來 因為蝴蝶這個閃避率其實有些隨機喔 他是有這個這個幾秒鐘減傷的效果 喔 光盾 好蝴蝶控一下 我們可以把光盾給幹掉嗎 不然光盾開大招就 就沒了喔 光盾收掉了 赫拉控一下 大招控一下 好死兩隻 無雙怨後開大 把這個自然靈異的德恩溫幹掉 好像 好像沒有砸到德恩溫喔 蝴蝶再控一下 哇對面的薩滿跟蝴蝶 不好打耶 哇哇哇哇哇 行嗎行嗎 只剩20秒了 我放蝴蝶再控一下 薩滿脫台錢啊 天啊 完了完了要超時了 噴水水 集氣 砸下去 啊差一點點 但是差一點點代表說這個陣容是可以的 所以這次多刷幾次 喔這個四天活動要多刷幾次好搞笑喔 蝴蝶死掉就重來 所以我們 我們到底要刷幾次啊 好 近似先鋒開大招 刷刷刷刷 噴水衰 噴完水衰之後控場 然後全隊還活著 控一下控一下 骨弓開大招 近似先鋒再開個大把 好可惜我沒有開到第二次大招 然後光隊也還活著 那這場沒希望了 好看看我們要刷幾次喔 天啊 剛剛超死 我近似先鋒一個大招都開不出來 掰了掰了 好那如果說還是不行的話 我可能影片暫停一下 不然的話這個不知道要錄到什麼時候 近似先鋒掛掉了 蝴蝶也掛掉了 對面應該也是蝴蝶還在吧 砸下去 過了耶 剛剛是不是我的那個 那個女王的大招 直接把蝴蝶收掉了 水啦水啦過關了 第四關 又有光盾 天啊怎麼都有你啊 那我還是老樣子喔 這一隊的主持人還沒有剛剛討厭 因為剛剛有蝴蝶喔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薩蠻 會丟圖騰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應該好一點 我們讓那個近似先鋒面對光盾 先把光盾幹掉 光盾真的超級討厭 一定要先幹掉 不然讓他開大招 全隊都獲得護盾 是全隊耶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有多可怕 控一下 沒有蝴蝶沒有光盾 你們完蛋了 會被我控死死 看水衰 對 我們的骨弓很開心喔 這一關的話就 先打大薩蠻 因為大薩蠻開場會丟一個圖騰喔 所以我們用這個 這個 近似先鋒把他的這一招打斷 然後一樣喔就這個樣子 把他打斷了 圖騰的話他一開始前面還是會有圖騰 那個是專武裝裝備喔 開場會有圖騰 這關要從來也是可以 因為蝴蝶還沒開到大招就死掉 但是 還是差一點點 賽庫爾索取啦 好我們蝴蝶開個大招可以控就好 好 近似先鋒有開大招了 哇 哇糟糕 又剩下無敵的賽庫爾嗎 哇賽庫爾 好我們來換一下位置 不要讓蝴蝶對賽庫爾 讓怒海守護者好了 活久一點啦 啊啊啊這樣子也不行喔 死光光 如果是劉伊卡 哇哇這樣子也不行 我看我先把對面的骨弓幹掉好了 這個樣子 賽庫爾對這個樣子 薩菲藥 光法 朱莉好了 朱莉行嗎 你看你看矽劍武者都這個樣子啦 天吶 直接被秒 矽劍武者 還是死掉 不要用矽劍武者 那 還是用光法吧 好 我覺得 我用角色大概是這樣子看啦 看 至少你要先活下來吧 我們先活下來 我們再看說你到底好不好用喔 所以這樣子光法還是死掉 那 這個 這個勒 女巫勒 女巫行不行 哎呀 賽庫爾衝過來 哇直接被收走 刷刷刷 劉衣卡 骨弓射箭 耍 免疫了 免疫了 好賽庫爾的這個免疫 開水 恐嚇喔 恐嚇那麼多人 好強喔 可是我的劉衣卡還活著喔 噴水水控一下場 開大招 刷刷刷 好 骨弓在後面控場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行了 行了過關了 紫靈溫石太好了 最終章 結束了 結束了 那結束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有獲得什麼東西喔 英雄活動這邊 神魔降臨 這個任務解了 一本 兩本 總共可以獲得三本是不是 好晚一點再抽好了 累積登錄 我們到時候累積10本再實抽吧 擊敗靈禁的這個boss一次喔 那這個明天就會開啟了 所以說這個就是慢慢解 不急 然後 我們先把資源抽一下 這兩個 看看這個紫靈溫石送我什麼 這個給的這個獎勵 其實跟劍藝遠征的這個賞金師弟也是一樣 老頭 好老頭沒關係 反正前期也是超級欠肥料 給什麼都好沒有關係的 又一個老頭是不是 好 那這個就留著吧 那我們再繼續喔 有什麼東西可以拿 1224 好這個不急這個不急 好再來是惡魔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惡魔的活動 好那這個是惡魔的活動 惡魔配的角色呢 都一樣 不知道說是不是現在的角色不多 總會言之呢 反正 我覺得有這個惡魔的話 應該會 可是現在沒有回復能量的這個角色 好 那有惡魔的話 我的配法還是跟之前一樣 就 看一下 光法嗎 需要開大招 元氣彈 我們用這個 無雙夜後的元氣彈 然後骨弓控場 非常非常強 所以這隻我一定會上 不管怎麼樣我都會上 好 但是這隻角色 骨骨獵手要到 等級240級 技能全開之後 他才算是完全體 他在低等的時候 譬如說才個100級 這個等級不高的時候 他有很多技能 控場數量就沒那麼多 他死掉了 有沒有 我們的無雙夜後 開個大招 砸下去 如果說砸對位置的話 直接秒掉 這就是所謂的這個元氣彈 超好用 好第一關過了 第二關一樣嘛 怒海行者 蝴蝶 忽骨獵手 然後無雙夜後 但是對面有光盾喔 真的很討厭光盾 而且我沒有開場控的角色 哇這個這個不用看喔 直接死去了 稍微換一下位置 無雙夜後基本上是一定要站在後排的啦 基本上 那蝴蝶是因為有減傷 所以說還可以 還可以撐一下 哇哇怒海損護手直接被秒 哇這個 這個 這個我們的惡魔 這也是死很大 所以說他是惡魔 這個怎麼辦呢 上古王嗎 上古王 可是古王就沒有什麼控場 古王就是純坦 哇直接被秒耶 天啊 這一關也太難了吧 我會輕鬆解決這些臭魚爛蝦 還是朱莉啊 朱莉開場會切第一隻角色 把它切過去把光法的這個動作打斷 可是他自己還是死掉啊 好像沒什麼用喔 那陰森女王也沒什麼控場 他也沒什麼控場啊 這樣怎麼辦 就是要不斷地重來嗎 拼 拼我方閃避成功 欸蝴蝶控住了 有機會 一波大招帶走 好這個大招開了 開了之後對方會 短暫無法使用 無法使用必殺技 好我方不斷地開大 控死他們 控死他們啊 再開大 對方不能開大 這個是雷射炮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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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不錯喔 可以唷 傷害最高是我們這個雷射砲伊莎貝拉 但是這個遊戲還比較伊莎貝拉 他不管 又是光盾 還有德恩溫喔 真的是怕 這個是兩個荒谷墨雪 還有陰森女王 這個不好移喔 骨功我一定要放 怒孩省護者 上個光法齁 集中攻擊 咦 什麼訊息啊 喔 這邊 好 好 再來 光法炸下去 哎呦 血那麼厚喔 好 OK 噴水水噴水水 大招大招 水水水水 好 這個陣容是可以的喔 好 OK 好 過關 再來 呃 這個是 這一關要用什麼呢 好 稍等一下喔 處理一下攻勢 好 這個活動影片太長了齁 那就不好意思喔 到時候我也把這個影片的 階段然後寫在下面 那我們就一關一關來看吧 那這個配陣方式 我們繼續一樣一樣一樣 蝴蝶放前面然後骨弓 薩菲 或是光法都可以 但是對面有三個 有三個聖耀帝國 所以說我的輸出手 我想要放這個上古鞋破的 我只要空得住 我就可以讓這個上古鞋破的法師 一隻一隻秒 開大招了 雷射炮啊第一行者 跟我的那個 鼓弓都死掉了 對面是怎麼樣 光盾是不是太大了 那就沒救了 這什麼東西 死靈禁衛喔 這個會降低我的這個 法師的那個傷害 但是也沒辦法啊 陰森女王是不可能啊 朱莉的話 好就這個樣子吧 好啦就算降攻擊 也沒關係 我們多讀幾次 地獄行者不要死掉 都不要死掉 都活著就有希望 好開個大招 把對方大招給控住 好噴水水 繼續控對方的大招 我方蝴蝶可以開大了吧 開大 再控再控 一控二控三控 武功開大招 好這個也是控全場 特拉 好 雷射炮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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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開個大招 控對方的大招 OK 好這個大招 連貫性非常好 這就是第一行者的效果 大家能量累積都變快 那我方就一直開大 我方開大 對方就不能開大 就把對方一直控住這樣子 好有沒有他頭上有一個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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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好像一個惡魔的圖案喔 你很坦咧 還叫很多小兵出來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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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哇他的護盾太強了吧 哇這個 哇不會吧 不會超時吧 不要啊 啊 血回滿了 對啊 他的小兵死掉他可以回血啊 天啊 但是 既然這樣子可以過的話 我們就還是要用這個陣型喔 因為反正這個是這個是有隨機成分的嘛 隨到這個大家都活著 然後再看看結果 好蝴蝶控一下 把那個有沒有對方的那個光盾開會打大招 哎 啊糟糕開大了 開大了 開大了 沒關係我們再繼續開 我們的大招也是開不停 A開完換B換C 一直把對方控住 蝴蝶在控全場 啊赫拉死掉了 好像 這一次 這一次也不好 嗯 細劍舞者嗎 還是我們賭這個薩菲啊 一泡解決啊 無雙厭厚的大招 光球球 急到最滿 砸下去 一發 一發秒掉你 不讓你有喘息的空間 噴水水 無雙厭厚要開大囉 大球球集氣啊 集滿氣球球越集越大 元氣彈 有嗎 好像是砸到這個這個小兵的區域喔 開大招 哇 然後元氣彈 砸到後面去 砸到後面去 一發集成 怎麼要找到我方這邊來啊 也可以喔 好 OK 再來 敵軍好像搭配都差不多 好吧 那我的搭配也是差不多嘛 就這個樣子 我上了什麼 我上錯我上錯 怎麼會上古王 輸出手 好這個樣子 好 這個就是 只要我方 有人死掉 我們就重來 反正這個隨機成分很大喔 無雙厭厚死掉了 這樣少掉一個輸出手耶 好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稍微看一下好了 好 大家開開開 可是這樣傷害力夠不夠啊 噴水衰 哎呀光盾要開大了 不行讓光盾開大 好我方能量也開始滿了 開始 控住 好 控住對方 可是光盾幹得掉嗎 光盾不要開大不要開大 欸欸欸 控住了控住 有暈到有暈到 你看你看光盾能量是滿的 他開不了大 因為我方一直在開大 所以他頭上會有一個惡魔的圖案 好光盾開不了大被控死了 不錯喔 雖然說我方死掉一個輸出手 但是我們把對面礦得死死的 可是傷害力可能有點不大夠耶 剩10秒鐘幹得掉嗎 剩10秒鐘 哎呦哎呀好危險啊 過關了過關了 好 然後 這個也是一樣 怒海守護者蝴蝶 給骨弓 這一關是上骨鞋鋪有三隻喔 好吧 薩菲啊 無雙艷厚 哎呦 哇被賽庫爾嚇到之後整個往後跑耶 哇 這邊的獅子有 有這個恐嚇技能變得很強喔 大招控一下 赫拉死掉了 好集氣集氣 我大球球來了 咚 好 古王直接被砸死 第二條血來了 沒問題 噴水衰 剩下這兩隻都沒什麼控場能力 但是 但是我有一點危險啊 好 一個大招擊沈他 他在擊氣 反傷 哇 古王會回血嗎 現在是自然靈異對 對這個 這個上骨鞋破 我是佔優勢啦 可是 可是可能 時間內打不贏喔 可惜 赫拉死太快了 好再一次再一次 好 無雙艷厚要開大 蝴蝶控一下 無雙艷厚砸在中間吧 這樣子 把敵方的這個 這個群體 直接吃 吃一個大球 這什麼 死光光了 死光光了 對方也有赫拉 對方如果有古光的話 其實這個 這個隨機 隨機成分又變得更重 因為 他會隨機去控人嘛 那不要讓他控到我方關鍵的角色喔 所以這個就是要多刷幾次 我方赫拉死掉 集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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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下來 古王第一條血 對方有那個 後面有女王喔 不要讓女王開大 我方大概就掰了 欸 我們角色還活著喔 欸可以 集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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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水啦 好過關了 所以大概的 大概的這個這個 這個陣容搭配就是這個樣子 好 英雄活動 然後神魔降臨 這邊可以領個兩本吧 好 那我到時候十抽再來錄吧 有機會十抽嗎 還是總共就十個啊 我剛剛不小心抽了一個 沒關係啦 那就先不抽了 因為我覺得我的運氣不是很好 好 那就大概是這個樣子吧 這個兌換要選擇什麼 我覺得也沒什麼好選 因為這是給課金的玩家去選 但如果說真的要做平價的話呢 這四隻我都覺得 我都覺得普普耶 可能這隻比較有用吧 這個人魚在打活動啊 然後綠玉三寶 自然靈異三寶 這隻會有用 那不然的話 可是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Sorry 這是要60個換一隻喔 因為這四隻角色並不是關鍵的角色 譬如說光盾啊 那樣子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這四隻不大需要換欸 你如果說換60個的話 你不如換這個 你可以換四顆欸 四顆紫色的肥料也不錯啊 所以我覺得 與其60個換一個角色 我不如換四顆這個 這個印記碎片 那就是給各位做個參考這樣子喔 好那這樣子 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這樣子一錄的話 影片也很久了 好那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